有时候人家赞美我们 你如果心情不好 你人家赞美 你要认为他许情假意 不喜欢 有时我们自己心底不好 忠然人家是赞美我们 我们就还以为 人家是虚心假意 来说一些讽刺我们的话 你心情很好 人家骂你 你都会 好感谢 给我笑着 给我忏悔 很感谢他 所以有的时候 哪一种对哪一种不对 这些很难讲 你如果心底好的话 就算人家骂你 你都会很感谢他 感谢你和我消灾 感谢你和我解难 有时候心底好的话 我们很多不好的事情 反而会产生感谢的心 可以见得 这个世界上好和不好 有时候是很难说的 世界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用不同的心去分辨 有了很多的差别 好好坏坏了 其实世界本来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我们用很多不同的心来分辨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心去分辨 动态的 静态的 也是一个不是两个 动态和静态 也是一个并不是两个 水 水平 就是静态的 这个水啊 你看看水平的时候 最后就是静态了 可是起了风啊 我就有了浪了 就冬了 但是现在是有风了 那就有了浪 就变了是冬的了 其实在那个布图汹涌的时候 你如果认识水的本性的话 它就是不冬的 其实在这个波图汹涌的时候 只要你认识水本身的本性 其实它是平静 是不冬的 世界上怎么样的动乱 我们的自己的心 不冬是最要紧的 世界上很多的动乱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 不要动乱 有一个少年人 结婚了 逢人就说 哎呀 结婚没得不得了 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结婚 结了婚呢 他就四围都跟人家说 哦 结婚真是好得不得了 有人问他 结婚怎么没得不得了 有人就问他 为什么结婚会好得不得了 他说 我现在下班回家 打开门 我的太太就拿图鞋叫我穿 他说 因为我现在每天 下班的时候 我回家 一打开门 我的太太就拿拖鞋给我穿 我一进到屋子里面 我养的小狗 就围着我 往往叫 当我进屋之后 我所养的那只狗仔 就会围着我 翁翁叫 你看 生活如此复福佛呼求 你看看 生活啊 那么好 福福何求呢 记怀了 结婚一年以后 他说 哎呀 记怀痛苦不堪 结婚一年之后 之后呢 他就四围说 哎呀 结婚真的痛苦不堪 那就问他 为什么痛苦啊 为什么 你 她說,我現在回到家裡,打開門,我的太太不拿拖鞋給我穿,是小狗想拖鞋給我穿啊 我現在放工回家,一進到門口,就不是太太拿拖鞋給我穿,是那隻狗仔擔拖鞋給我穿 我捐到房子裡面,不是小狗捏到我穿,是我的太太,捏到我穿,是我沒有生活發財,沒有養房資產 我現在進到屋之後,圍住我翁翁叫的,不是我養的狗仔,而是我的太太 因為他嫌我沒有升官法財,沒有洋樓,沒有司機 一個法師在旁邊聽到了,嗯?他又聽到你講這個話,你自己說好笑啊?不必怎麼樣的煩惱啊? 一個法師呢,聽到這個年輕人這個話,他就跟他講了,他說,欸,我聽你的話,其實你應該是繼續歡喜才對啊,你不應該有煩惱啊? 年輕人說,這個情形我怎麼煩惱得起來呢? 年輕人就說,這樣的情形我怎樣能夠歡喜呢? 這個法師說,你回家,誰沒有太太拿拖鞋給你穿,小狗想拖鞋給你,你一樣有拖鞋坐嘛? 法師就說,你現在回家,入門口呢,雖然不是太太拿拖鞋給你穿,而是狗仔擔著拖鞋給你穿,你不是一樣都有拖鞋穿嗎? 你進到屋子裡面,沒有小狗遇到你歡歡叫,太太歡叫,就一樣你歡歡叫嘛 進到屋子裡面,雖然不是狗仔圍著你歡歡叫,而是你太太圍著你歡歡叫,你不是啊?都一樣有歡歡叫嗎? 這個法師說,是青年朋友告訴你,外面的世界怎麼樣變化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理,你不能隨便弄變化,是很重要的 法師就告訴這位年輕的朋友,外面的世界,無論怎樣變化,其實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不要那麼容易變化,這樣就行了 天下本物是用人治老子 天下本來沒有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心裡去分辨,製造好和不好 天下本無事,用人治妖之 其實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什麼事的,都是我們自己產生很多心裡面的問題,而製造出很多的紛擾 我們的心,就像一個工廠,你可以把這些工廠製造很多好的產品嗎? 你如果不勝於經營,當然,心理工廠裡面就是漲水,無營,就是不好的產品 我們的心裡其實就像一個工廠一樣,這個工廠你如果好好經營,它是可以生產很多好的產品 但是如果你不善於經營這個心的工廠,當然它會製造了很多的油煙,很多的污水,令到你覺得不好呢? 總之一句,這個事件有了兩個問題就多了 你如果盡量地把自己的想來歸水,萬發詭異,歸到一個自己的心 讓自己的心來做自己的工程師,來樹立自己的形象 讓自己來做自己的藝術獎,把這個事件繪畫成什麼樣的美好 我想一起吵架於我們自己 其實一切的問題都是由於有兩個所產生的 如果我們只要將一切都能夠歸納成為一個 等於我們說的萬發貴一,那你更可以成為你自己的一個工程師 用你的心來做一個工程,建築一個美好的世界 你也可以將你的心變成一個藝術家 為自己來繪畫出一張美麗的世界的圖畫 好,謝謝大家